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处挥舞人权大棒 美方需要做的是反省并纠正自身犯下的种族灭绝 种族歧视 强迫劳动等人权罪行 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是公认的事实和污点 即便在今天 美国印第安人依然属于看不见的群体和正在消失的种族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生活环境恶劣 美国三百多个印第安人保留地 主要位于平级的中西部地区 大多数人的生活与现代文明脱节 用于开发充实美国核武库的采矿活动 致使约四分之一的纳瓦霍人妇女和一些婴儿的体内含有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 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印第安人数超过白人的两倍 在疫情期间 印第安人感染率死亡率明显高于美国的全国平均水平 近期美国媒体有报道称 每年从境外贩卖到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达近十万人 他们中仅有不到一千人得到解救 美国佛罗伊德们的呐喊到今天仍然不绝于耳 这个悲惨事件反映的只是美国等国种族主义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冰山一角 美国少数族裔 原住民 难民 移民长期面临歧视和仇外言行的威胁 白人至上主义至今流毒未清 美方是否能认真审视并纠正自身的人权劣迹 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是美国等极少数国家的极少数反华分子炮制的谎言 目的是搞乱新疆 遏制中国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也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被何谓强迫劳动的谎言蒙蔽 美国最需要做的 是实事求是的反省 自身人权严重问题 打着强迫劳动的幌子 对他国进行攻击和抹黑 无论做什么包装 用什么口识 都掩盖不了谎言谣言的本质 也注定不会得逞 中方支持就全球税收合作 达成全面和更具包容性的共识方案 愿同各方一道 维护多边主义 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我们希望有关谈判 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秉持协商一致的原则 以务实和建设性态度 妥善处理各方关系 中方将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后续工作 希望国际原则能机构能充分 一切必要的配合 确保国际原则能机构 技术工作组能顺利开展工作 再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各利益 官方和相关国际机构协商 并达成共识之前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 核污染水排海 少数西方国家打着人权旗号 干涉中国内政 打压遏制中国的图谋 注定是徒劳的 已经并将继续遭到 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我们奉劝这些国家 收回干涉别国内政的黑手 摘下人权教师爷的虚伪面具 深刻反省并采取切施措施 解决自身国内严重的人权问题 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真正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出一份力